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前一后遭到亲人性侵 而姐姐在三十岁选择亲生 她自己也陷入重度犹豫症 曾经一度想不开 也怨恨过母亲 如今已经过了四十五年 她是如何走过黑暗 到最后结婚 生下女儿 我们带来了解 受害妇女的艰辛路 你疼死 厉害 我真的好心疼 4月27号那一天我在外面 那天天气好好 真的好好 我抬头看天空 好亮 但是她看不到那个阳光 望着窗外景色 思索淋寒的深浅片段 她并非在阅读一个 其他女孩的故事 而是在复习自己的伤口体悟 因为卉卉想起了小时候那一个 曾经创伤的自己 其实卉卉有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疼爱她的室内设计师老公 一个乖巧的女儿 但就在四十六岁那一年 因为社交上的挫败 她罹患了鱿鱼症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她情绪会大哭 然后就跟我讲说 她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家人以我为此 我老公以为我为此 我女儿以为我为此 我觉得我很想随时跳下去 原以为只是交友压力而生病 却在智商师一层一层 如洋葱般拨开她的心后 终于找到了压抑在她内心最深处 从不肯说的秘密 我的印象应该是 还没有独幼稚园 然后我是眼睛定格 我姐姐她被性侵的画面 但是我身体我有感受到 被插入的感觉 对 但是我不懂那个是什么 我完全不懂那个是什么 因为当时的她仅仅6岁 姐姐也才11岁而已 就是这一个 是因为我们住台北 然后她要来我爸妈的 做事的地方上班 所以她就先赞助我们家 她在我们家住了多久 我忘记 但是我知道她对我跟我姐姐做 这样的事情 最熟悉的亲人 竟成了侵犯姐妹俩的狼人 因为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事情 所以我在还没有学到 性知识的时候 我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渐渐的我懂事之后 我才觉得我很脏 非常的脏 我不敢说出来 是因为我不是处女了 我不敢说出来 当时自比的她也开不了口 与相同遭遇的姐姐互相倾诉 但是她就生病了 然后有忧郁症 有被害妄想症 可是我们两个姐妹 也是没有讨论这件事 我记得那天我下课回来 然后我就听到我姐姐一直哭 我的印象里面就是 她就突然跪在我爸爸的前面 就说她错了 她错了 然后她也说她很脏 她也跟我爸爸说 她很脏 她错了 她就歇斯底部的拉脚 然后就刮紧疹 然后从此她就是 常常进出精神病院 你听到她说她很脏 你有心里头有轻撼吗 有 我有触动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跟她说 姐妹俩都说不出口秘密 连爸妈都被弄在鼓励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情绪 怪事在我妈妈身上 你怎么看到一个色狼 坐在我们家 你怎么可以 因为我觉得她为什么 她身为一个妈妈 当下的时候 我觉得她身为一个妈妈 她为什么不会保护她的女儿 她两个女儿都怕她性侵害 她怎么可以不知道 她怎么可以不知道 对嫁害者的憎恨无法抒发 却莫名转嫁到了妈妈身上 我非常疼我妈 所以我们的感情非常的不好 我不让我妈妈爱我 我知道她很爱我 但是我不让她爱我 对母亲的怨恨 成了难以承受之痛 随着姐姐嫁人生下小孩 她以为这一段 不曾提起的伤口 会随着时间抚平 没想到早已根深蒂固 就在惠惠结婚前的几个月 接到这不幸的消息 有一天我姐夫打电话跟我爸说 我姐姐在她房间里面 用领带上吊 她是我结婚前一个月时候离开了 你不就打击很大 但是我还是压抑 情绪无法解脱 只能选择压抑 但早在心中泛起涟漪 我想到姐姐 我没有跟姐姐分享这个秘密 然后她没有出口都是我 然后现在是看到她的女儿 然后她没有妈妈 很心态 没想到姐姐纵事后的几年 惠惠的妈妈也跟着离开人世 但当时的她并没有原谅母亲 直到经过立心基金会的 諮商师辅导 她才明白一切都是错怪 这个 对不起 对不起 从幼恒妈妈 通恒妈妈 觉得她为什么没有保护我 到我觉得她好可怜喔 她被女儿误会了 误会这么久 她不是故意的 因为她真的不晓得 又没有人跟她说 所以我觉得对妈妈这样的 我好遗憾 好遗憾妈妈在的时候 我没有跟妈妈手牵手过 性情的阴影 除了心理上对性的恐惧 也造成母女间的遗憾 在基金会的建议下 卉卉也透过戏剧治疗 找到出口 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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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她们是光角的 爱丽丝剧团成员 有遭受性创伤 家暴 或对性别议题 有兴趣的女性组成 台下的观众分享她的故事 台上表演者 以不同的面向跟角度 重现故事意境 借此得到疗愈 我非常地遗憾 非常的遗憾 这个遗憾是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让我妈妈 她知道我很爱她 那我们就来看你一下 这个故事 我回家 你是不是 在哪儿救我 我 走开 你走开 明明是自己的人生剧本 却变成以第三者的角度 重新看待自己的故事 你干嘛 你怎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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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偷偷了 你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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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好厉害 这么久了还这么难过 没关系 如今 贵惠已经是剧团中的元老 2017年1月更结下团长一职 走过40多年隐暗幽谷的她 对于过去坎坎而谈 我永远记得我在喝蛤蟆汤的时候 就端就是咬蛤蟆汤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小时候被我 引擎害 被她抢爆了 然后 我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说出来了 也不会紧张 就这样说出来了 然后我老公就愣了一下 那我觉得她蛮可爱 她就 其实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 也被我老师姓骚扰 以前不敢对老公说的秘密 现在都像跟朋友 聊生活琐事般 一样的自然 哈囉 嗨 随便说 大家很多人说你好勇敢 你好坚强 你愿意站出来 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的 因为我已经清楚的很明白说 这不是我的错 我错不在我 然后信她也不是一个禁忌 能勇敢走出来 最感谢的是老公的理解 与体谅 我觉得我运气真的很好 我觉得我遇到一个贵人 就是我老公 现在的她每天自在跳舞 过去妈妈的心情无法弥补 因此她更珍惜与女儿的相处 我跟妈妈没有所谓的母女情 然后我 我很尽力 非常地尽力 在我女儿身上 去找 为那样子的感情 母亲姐快乐 这一句话也是卉卉想表达给天上妈妈的思念 遗憾的童年都已成过眼云烟 现在51岁的卉卉 享受着她美好的人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